今天是2023年11月22日,是来武汉的第3日 吃完早餐,我们去偏中幕幕广场参观 这个广场就是放音乐器,就是这样 我们回到酒店,准备出发 很快就到了盐低神龙故里 进闸闸门,我们需要闸门煲车去大点 入闸门,我们需要闸门煲车去大点 哇,到几远了,走进来也有时间 现在到了盐低神龙大电了 大电前面有个钟楼和鼓楼 你想打鼓烤钟都要收费 对啊 这个是24TK 对,24节气 过完绿冬今天小雪,小雪之后马上就是冬至了 大电前面这个广场,哇,真是好大 我们现在完之楼梯急上去,进入大电了 坐在那里就是叶帝神龙了 神龙两边有个八家姓 看有没有粉,你们慢慢找一下 现在来到八卦,高空虎南的八卦阵 先留下一个層吧 哇,超高了,到底回来了 好了,超高了,回来了,在八卦的那里降落 看看能不能 OK,安全着陆 现在开始製造大电了 协四才 而珠蒙熙 同路福祉 您開睿智 電機型號 這哪個字 汪濤女士 馬劍川先生 榮汝女士 三八 三八 三 四 三 三 四 製造完之後 我們去炎黃爾帝 跟著 坐華保車 高山王六 這個就是神龍洞 啊 這個神龍廟 哎呀 好小呀 好小級數呀 哎呀 哇 它死了 哦 這個神龍洞 看完神龍洞之後 我們繼續上山 咦 看到也上了幾高呀 可以看回底下的樓 上到這個叫日月門 過了日月門 還有一日啊 對呀 還有啊 這個神龍洞 還要做五角 之後呢 會吃得很多東西 吃得有點熟食 日月門之後到湖天門 嘩 這位好寧靜呀 沒什麼遊客 哇銀杏樹配上廟 幾靚 現在離開湖天門 乘回環保車出入口 我們經過九港橋 現在坐旅遊巴出去吃午餐了 三樓 今次是徐州本菜風味 由徐州去京門大約三樓 享受中途休息 現在來到京門 皇家皇陵 同時皇陵是後期成為皇陵 最初他也是一座帝王 因為皇帝也說他十四歲去到北京才登基做皇帝 所以說他爸爸做皇帝 經過一個莫愁村 不算是很熟悉的名字 來明堂 來明堂是連湯 整個風水格局裡面說的 是有水 水要循環 水水要循環 所以已不久 這是你替世界文化遺產 這些作品 rules 好 數據 食物 好 好 好 过了一个城门,还有一个城门,还未到 那一旦您的城门,这个地方有一个城门。 itation of the sea, 保住阅上! 可能在过的,他们阻挤了一些灯笔。 这个岭墓,哇,还大过13.0 这些工厂手艺,嘉靖啊,文历啊,这些皇帝一个一个 可以大体知道,那个时候 啊,看到最后的城堡了 哇,水好净啊,好漂亮啊 好漂亮啊,下面的龙啊,高黑得栩栩如生的 龙峰 现在我们上去城楼,远望这个城堡 现在要在后面上,有条楼梯上去,就是这个碑 就是上来,你看这个碑 两边都有围墙的位置 现在开始于远望这个城堡 好了,回来了 好了,回来了 现在是时刻要走啦 这个是远望外面的围墙 第二天看日出,第三天看日出 今天就要吃晚餐啦 今天是盆龙菜风味 嗯,对于我踏我吧 哎呀,对于我踏我吧 多谢收睇,欢迎订阅,再见 多谢收睇,欢迎订阅,再见 多谢收睇